陳婷婷 陳婷婷上次衛冕十六關下來 今天衛冕第十四關 能不能突破90.9呢 評審 請給分 好,我們看陳婷婷可以得到幾分 80、81、82、83、84、85、86 87、88、89、90 1、2、3、4、5 90.5 分 接下來是 老師的評分數十八點一分 今天第十四關 沒有走下去 其實司機唱得不錯 是因為陳婷婷太突出了 好,陳婷婷,來 自己心裡有什麼感想 其實之前幾次瓜哥都會常常問我 對於這個比賽會不會有壓力 什麼想法 今天我還是像之前的想法一樣 就是說 我其實不會計較太多 自己得到可能關數 或者是獎金多少 而是自己學習了多少 是 那其實今天會唱司機 也是會覺得說 在那邊待了也算是一年多了 然後我 最重要的是 不管是歌唱上面 還是個性上面 然後我很感恩 這邊得到的一切 不管是老師教我的 還是工作人員們 包容我的 照顧我的任何事情 還有選手們的陪伴 一路的扶持 當然還有扣桑 還有莊總 還有櫻總 他們給我的機會 是 所以我覺得 這只是一個結果 但不代表... 是你人生的結果 不代表任何不開心的事情 那當然今天我這樣的狀況 感冒嘛 因為最近天氣忽冷忽熱的 然後我希望齊安 就是以我為例子 前車之鑑 然後可以把身體保持下去這樣子 謝謝 對,這是一個人生的態度 其實承桑也有這種態度 你看他來 其實到今天已經幾年了 他... 我們節目開播他就來了 對 五年多了 對不對 我們一路看他從小孩變成... 小男生變成... 已經變一個算是男人了 要長大人了 對 對啦,當然有的態度該有 我覺得陳婷玲不錯 是讓我看到他真的成長進步了 他前幾週的歌曲的確很難 他每一次都挑戰自己 我覺得他有進步 你在我心目中 已經是過了二十關了 太痛了吧 那齊安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你了 都不會這禮拜坐上去 下禮拜又不見了 不會 不會,我會穩紮 這一次好像感覺上是有備了 因為他這一次 幾乎每一次都唱在九十分以上 所以我們這次其實也對你 有一些信心了 謝謝 請你在唱任何歌的時候 往左邊看看 你那星骨白髮長長哪空 對啊 每一集都到耶 不管我們冬天外面多冷 下著雨 他都還睡在這個攝影棚 來為你加油 對啊 我覺得要跟阿公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阿公 他就是一定要看著你 坐上衛冥者寶座 是 過二十關 對,過二十關 但是婷婷 今天有什麼話要跟你母親講嗎 你媽媽是最支持你 雖然他不在現場 我的天啊 對,他原本是期待說 要過二十關的時候 媽媽可以在現場替他加油的 其實因為比賽的關係 然後 因為我自己跑這麼遠過來 我不想 從來不想要麻煩家人 然後 其實我都沒有錢回家 然後我已經一年沒有回家了 本來想說 這次新年好不容易可以回去 然後 回去了把媽媽帶過來台灣 可能可以見證我 過二十關 對,成績這樣子 對於這方面 我真的很抱歉 然後 我覺得 我覺得老天對你還不錯 有這種環境讓你去磨唸 你真是一個非常獨立的小孩 我覺得他很勇敢 你看還能夠這樣 獨立奮戰到這樣 其實他的抗壓性 已經算是很強了 而且每一次都想要突破自己 這種心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這邊 可能媽媽的部分 我自己回家再安慰他 好 但是我自己也想要小小的 再次的感謝台灣所有 我遇見過 或者是在網上 我從來不認識的你 我覺得我在台灣這一段日子 大家都一直照顧我 然後其實最近我突發奇想 覺得說 是否自己是時候回饋這個社會 然後也啟發了就是到老人院關懷 就是表演的一些活動 然後又很多朋友支持我 那除了就是可能老人家 顧苦無依的 在逢年過節的時候 非常的孤獨 然後需要我們的陪伴 然後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我希望我可以到感化院 孤兒院 然後帶給年輕人 更多好的影響 然後我希望電視前觀眾的你 如果你覺得自己時間上、能力上 允許的話 希望你在網路上找一找我 以後我們一起前進 為這個社會做出一些付出 謝謝你 很棒 非常好 對 感謝你 好 終於有錢回家了 而且可以買商務艙 對 是,您是五十四萬 折一半、二十七萬 也可以包個紅包給媽媽 好不好 未來的路還很漫長 人生起起伏伏相當多 但是要用正確的心態去對 態度是非常重要 你的表現 已經在觀眾心目中 早就過了二十關了 謝謝陳婷婷 謝謝 謝謝瓜哥 謝謝鳳哥 謝謝孔鏘老師 謝謝 謝謝 實在永遠是赤子之心 一個彩帶 他也沒特別高興 拿掉他也不會特別難過 對 他現在開始有得失心了 對不對 這一次就想辦法拚上去了 對 好不好 坐穩他 二十關 非常漫長的路 是 加油啊 好 好不好 會得 恭喜你登上衛冕者寶座哦 恭喜陳婷婷挑戰成功 目前衛冕一關 累積的獎金兩萬元 接下來進行藝人獎